中共两会期间,一则视频引爆互联网,画面显示,有人驾车直喘中共中南海新华门,现场有人喊出杀人犯共产党口号,驾车民众随后被抓捕,目前下落不明。 前中国媒体人赵兰健在X平台上发布现场视频表示,周日,3月10日,凌晨,一辆深色轿车冲向中共最高层所在地中南海的正门新华门,杀人犯共产党。 现场有人喊出杀人犯共产党口号,由于新华门设置门槛,轿车闯关失败,附近的中共警力蜂拥而上,围住轿车,将驾驶从车内拖出架子。 画面显示,武警手持不明器械,被抓的驾驶疑似是一名男性。 目前事件详情与驾驶下落代差。 事件发生在中共两会的敏感期,外界将这名驾驶比作四通桥勇士彭丽发,同时也担忧他们的人事安全。 两会出事,冲向主席台的女子遭便衣迅速控制。 一段网传视频显示,3月6日,北京两会经济主题记者会现场直播过程中,低牌疑似记者的一灰衣女子突然冲向主席台,但很快被坐在低牌的两名便衣栏下,随后画面被切换。 低牌可能坐着很多便衣,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。 当灰衣女子从座位起身时,坐在低牌相隔不远的两名便衣也随着起身,并很快走到灰衣女子左右两侧,还未等女子登上主席台的梯阶,就已经将女子控制。 中共两会之际,北京草木皆兵。 风声鹤唳,街上的保安,警察比平时多了许多,街口有武警,特警持枪戒备。 路上的行人随时会被盘查,检查背包。 视频显示,北京市连前门大街都要安检。 杭州商场内,一名男子手持铁锤,在众人围观之下大摇大摆地抢劫金店。 男子被公安抓捕时,还用中文大喊我有外交豁免权。 3月9日,网上传出视频显示,一家商场的六幅珠宝店内,一名黑衣白裤的年轻男子戴着墨镜,一次次从容不迫地用铁锤砸开橱柜,将金银珠宝塞进随身携带的黑包内。 珠宝店店员纷纷躲避。 店外大量民众围观,许多人在用手机拍摄。 一名拍摄者称,这是在杭州万象城,一名男子抢金贵。 男子走出珠宝店时,还猖狂地大喊一声。 后续视频显示,该男子在街头被杭州上城区公安围捕时,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,不断高喊我有外交豁免权,我不是中国人,还一直引用某些中共的法律条文。 当天,杭州上城区公安分局发布通告称,3月9日是8时34分许,公安街道万象城珠宝店被抢的报警。 随后,在来大众商场附近,抓获嫌疑人罗某亮。 男,23岁,云南人,9日14时30分,从云南飞抵杭州。 抓捕时,罗某亮自称,我不是中国人,我有外交豁免权的。 通报没有说明嫌疑人的真实身份和作案原因,只称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。 视频传到海外X平台上,引发网民热议。 最安全的国家,我觉得像是高官或牛城人物家还在外面闹腾的,脑子有坑,这应该送精神病院,不是看守所,失业活不下去了,需要进去求庇护。 网友视频显示,3月10日,浙江湖州华夏竹木制品发生火灾,整座厂房火势凶猛,现场黑烟滚滚。 公开资料显示,浙江华夏竹木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7月26日,位于安极县主产业科技创业中心,公司注册资金1000万人民币,占地面积100亩,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,员工200余人。 是一家拥有进出口全的专业生产竹木制品沙发作以系列产品的企业。 目前伤亡情况不明,无官方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共两会期间,退伍老兵也被维稳。 网传视频显示,广州市海珠区海撞街多名参战老兵焦建东、秦树青、梁四雄等人,趁近几天来,经常各被当局多名不明身份人员24小时在家门口监视,尾随出行。 网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几个人都不敢见面啊,见不得人的,你看。 网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据张晓雷透露,在国内勤俭爱国的王传福在美国有多处豪宅资产,并与里克同居,严重违纪,且从未向证监会和股民通报失情。 他说,目前王传福在美国的私生子William Wynn已经开始参与比亚迪业务,其担心数百万比亚迪车主的个人信息和道路信息被美国人掌控。 深圳市纪委曾回复开始调查,三个多月未做答复,期待广大群众监多。 公开资料显示,李克是比亚迪的元老级人物,早在1996年就已加入比亚迪公司。 李克历任市场部经理、销售总经理、比亚迪电子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等职,现任比亚迪副总裁。 截至2022年8月,李克持有比亚迪超过1000万股,价值超33亿元。 张晓雷9日在其微博账号《松散晓雷》上发消息说, 这仅仅是个开始,其微博附带的照片上显示,第一弹仅说了冰山一角,一共有30弹,咱们慢慢报。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参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。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,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, 可增强免疫力,是疾病无法入侵,被称为万灵补品。 高利参,分野参与栽培两种。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,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,白参,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。 玄宝黑参口服液以100%韩国优质6年高利参为原料,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、东医宝剑, 记载的《九争九铺方法》纯手工制作而成。 高利人参含有34种人参灶带成分,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, 另外,人参灶带RA、RF、RG3、RH2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。 经《九争九铺》制作后的黑参,灶火兴致进去, 一年四季及任何体质人均可服用,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吃高利参上火的问题, 提高了有利于人体吸收的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。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RG3的含量比红参高八倍,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%以上, 是红参的6倍多,是白参的16倍。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,输入优惠码RMB2024,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。